佛教导我们 首先是教我们法院 故人教人 首先是劣志 志要不劣 你做学问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好比行船在大海里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你这个船永远靠不了岸 不知道往哪里走 虽然不能不劣志 人要劣志 有坚定的毅力 永不退转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为什么呢 他一生当中 他有方向 他有目标 在世间法 无论哪一个行业 你下定最新 一生从事这个行业 可能你在这个行业上 就有殊胜的成就 甚至于连你自己 都意想不到 为什么呢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哪有自不通的道理 人能有志 很麻烦 为什么呢 他就都哪样都好 今天做这个 明天做呢 到老死 也死不成 我们看到太多了 中国古人讲的话 道书 道书志在神仙 我道书不是为能为你啊 不是为功能富贵 是为什么 做圣人 做仙人 学佛呢 我做佛 做菩萨 方向 目标 要正确 用心 要想念 真想成就 第一桩大师 佛门里面讲 你要发心 世间法里面讲 你要立志 也就是说 你要确定 你这一生 修行 陆离的目标 是什么 方向 在哪里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你这个一生当中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无论你怎样 勇猛精进 你都不会有救护 我说 你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你怎么会成佣 你如果说佛 今天想参禅 明天想生意 后天又想吃戒 再又想念佛 你这一生 是一四五成 一样也想成功 八万四千花门 门门都好 门门都能成无上道 门门都能得三年 你要一门才行 这个很重要啊 你念佛 一句佛号念到底 念个三年五年 绝对成功 参禅也不留爱 只要你专精 你会得成定 你会开悟 就怕的是乱 就怕的是杂 学的太杂了 学的太多了 不行啊 你认定一个老师 跟一个老师 你都会成就 你跟两个老师 两条路 你怎么走 跟三个老师 三条路口 跟四个老师 十字街头 你不可能有成就 我们看看 古今中外 有大成就的人 一个老师 他一生走一条路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他容易成就 你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没有变动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如果你的愿力 里面没有智慧 勇猛精精 什么话门都要学 你学了几十年 一样也没学会 不但不能度人 自度也度不了 这个就是我们 平常讲的 这不是精精 这叫杂精 杂乱无障 叫乱精 说不得笑 精是纯 精纯 纯而不杂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那就成功 愿是我们这一三 奋斗目标的目标 在佛话里面讲 精进 精进的目标 精进的方向 不得唱着我们的 愿意道行 愿意道行 行以寂念 我们的行 实现我们的愿望 愿行相知 那哪有不成就的道路 愿帮助行 行帮助愿 这才能成就 真正法院求真净净度 我不想再搞六大轮回了 这个事件事 通通放下 是非放下 人物放下 争望放下 善悟放下 事发佛法 通通放下 就一句话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